你站住 你给我记住了 你已经迈出了分手的第一步 就不能再回头了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 我就 我就死给你看 你干什么 静哥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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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吗 小灰 小灰 没事 你让我看看 我没事 你走吧 我求求你了 小灰 走吧 大雪儿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感情啊 我不会放手的 我一定要跟你战斗到底 我天哪 小祖宗 你你你这干什么呀 你这是谁惹你了 妈 小灰 小灰 他背叛我了 小灰 他背叛我了 怎么会呢 但那就是真的 难怪他不愿意跟我结婚 行了行了 不结就不结 他不跟你结婚 那是他的损失 不行 我一定要挽回这段感情 我一定要向灰回到我身边 已经分手了 还挽回什么呀 好男人有的事 干嘛拴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分手不可能 这回我一定要借 好男人都死绝了 这非得是这个向灰吗 互管办的毛鸭鸭 他怎么会和火哥这么亲密啊 一个小管姐 凭什么配得上火哥 凭什么 旁边的烟花 看看你 薛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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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看 我儿子是跟谁呀 走得那么近 误管办的毛鸭鸭 咱们去交物业管理费的时候 就是她收的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密手 照片哪弄来的 我有他们误管办 一女孩的朋友圈 幸亏有这朋友圈 要不然 咱们都不知道火哥 和这个毛鸭鸭的隐情 薛姨 知道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了 不可能 没有理由这么快呀 你火哥刚刚跟何雨琪在分手 怎么可能又认识她 对呀 以火哥的个性是不可能 所以我才吃惊了 你说啊 一个物馆办的女孩 跟我们家伙儿走得这么近 为什么呢 说明她败金 虚荣 可是我们家又不是大款啊 怎么不是大款啊 不是大款 能住这么大的房子 能请得起我这 天心小阿姨啊 所以说呢 现在的女孩子 太恐怖了 我行 我得打个电话给你火哥 轩姨 拿这个打 现在 对 马上就打 真贴心 路边的野花 你不要才 喂 喂 刘先生 晚安 我想请问你啊 你跟物馆办的那个叫毛 鸭鸭 毛鸭鸭 毛鸭鸭 什么关系啊 你问这干嘛 什么干嘛呀 我是你妈 问问不可以吗 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朋友到了什么程度 就普通朋友啊 你怎么跟问犯人一样 你在干嘛 我这里很忙 不跟你说了啊 不是 我说你这 喂 喂 喂 我很多问题没问完 你挂我电话啊 火哥怎么说的 他说 他就跟那个叫 那叫毛鸭鸭 对对对 就跟他 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普通朋友 学义你信吗 信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他不过是一个 物馆办的一个小姐 那能有什么魅力 跟何语鸡鸭差远了 所以说你说得对哦 他就是一心想要放大款啊 所以才勾搭你 火哥 对 现在这样女孩太多了 薛姨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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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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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这下来 我走 老婆是谁 孩子多大 她的第一桶金是什么 这很重要 她喜欢吃什么菜 喝什么酒 打什么球 兴趣爱好 个人比好 所有一切的一切 我都要知道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她懂了你给点反应嘛 懂了还不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刘虎 借钱 你连句问候语都没有 你就直接说要借钱哪 你要借钱干吗 做什么 你别管我干什么 反正我也有钱呢 我就还给你 打欠条也好 签字花也好 反正我有急用 好啊 我借给你 借多少 等一下啊 我算一下 什么东西啊 你借钱还有灵有整的 好 我借给你 一言为定 借钱要干什么 我还到处 af 我 你怎么穿上灰纱了 你什么意思啊 哇 好看吗 好看啊 能不好看吗 你说 向辉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会不会回心转意啊 杨雅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已经背叛你了 你干吗还想着他呀 这几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可能是因为我跟向辉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 我开始不重视他 不打扮自己 不去呵护我们这段感情了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相信 只要我从现在开始 努力改变自己 努力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我就能够赢回向辉 赢回我们那六年的 呀呀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向辉他 他真的是不爱你了呢 想过呀 但至少 我为我的爱情努力过了 如果没有成功 起码我不会有遗憾啊 呀呀 向辉他真的有别人了 那些亲密的举动难道你忘了吗 华 你不了解向辉 你别看他整天一副严肃正经的样子 其实啊他就是一个小男孩 一个没有长大的小男孩 孩子嘛 总会有犯错的时候对吗 呀呀你真的是够了 你为什么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向辉向辉向辉呢 这世界上就剩下他这一个男人了 雅雅 你干吗非要这么折磨自己啊 他不值得你这么爱他 你看看你 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 你干吗非他不可呢 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我忘不掉他呀 六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 我 我心里有个好大的冬 我好难过 我 别再想我放了 你想我做什么 还是寻找你的线索 知不知道 那什么事 你刚才走 我说没想要听你说 我说没事没了 我想过 一辈子不够 就两辈子 下辈子我也爱你 谁要下辈子跟你在一起啊 就这辈子 差一分差一秒都不像 对 一生一世 这不差分毫 你看见了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呢 穿着黑色挺白的西装 那么帅气 我呢 穿着白白的婚纱 是最经典的复活款 和这好穿好长裙感 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 我看到了 雅雅 你穿的婚纱真的好漂亮 你看所有人都在祝福我们两个人 你看那花童多可爱啊 她还摔了一脚 看不开 看不开 我为了你要存在 就走飞 看不开 用孤独的现在 还没你的 未来 你还在看 你竟然还在看 你有本事别当锁头乌龟呀 来 你去找她 你去找她呀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我偏要说 我知道你还忘不掉她 处处都在为她着想 那我算什么 你告诉我呀 你有完没完了呀 我都已经在你身边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就希望你在我面前 总别摆出一副臭脸 你不觉得你这样对我来说 太不公平了吗 你要公平 你要什么公平啊 你如果真的把丫丫 当成你的闺蜜的话 你就不会做那么多 伤害她的事情 更不会逼我跟你在一起 你少跟我在这儿 逗打一耙 行 我告诉你 我还就逼你了怎么样吧 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开 永远别想 出去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出去 你还能阳GL 狩雅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小灰 我们舍一遍 哎 哎 向辉 真是你啊 就那么巧啊 我刚好有事想找你谈一谈 咱俩有什么好谈的呀 盲压压 盲压压 就那么巧了 他在我住的小区的物馆上班 昨天我看见他喝醉了 因为跟你分手的原因 他醉得不省人是他快崩溃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 他跟你在一起六年啊 你就忍心啊你 不然呢 你想让我怎么样 让我俩和好如初吗 我告诉你不可能 我背叛了就是我背叛了 这是铁打的事实 你想让我求他原谅我吗 他可以恨我一位 怎么有你这种人 背叛了人家的感情还那么理直气壮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时代 求的一份真感情有多难 就你 把那么样一个女孩子踩在脚底下 你是不是人啊你 卖完了吗 怎么 你是想替保安押出戏吗 打我好了 好 你每次见面都这样要求 那我就满足你了 好 买过了吗 行 我告诉你 你背叛就背叛 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 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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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真不知道你是失忆 还是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忘记了 你不知道害臊吗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在那边 然后你给你的大款再开房间 他到底做错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妈 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因为只有很多的误会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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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什么误会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只是告诉你 我儿子好欺负 我不好欺负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再敢踏进我们家半步 我一定把你的腿打断 你相不相信 这就是我做事的风格 我可以走 但是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的苦衷的 小青 钥匙拿下来送客 余希姐 走吧 走 走 去吗 靳儿 我觉得这个女人 心机实在太重了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是希望全世界男人都围着她转 还是希望全世界男人都爱她呢 薛音 你先别着急 我觉得她拿这些回去 也就是留个纪念 瞎扯 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 就是名副其实 阴魂不散的妖精 那我全都给她烧了 薛音 你可别激动啊 哥 哥 你干吗呀 你说我干吗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打肖跟小灰结婚这念头 你就别回这家 你看你把咱妈气的 咱爸现在的医院呢 她不知道这事 她要知道指不定气成什么样的 跟你说够了没有 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 再说了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啊 反正我告诉你 向辉已经背叛你了 你就别再想这事了 赶紧把这婚纱给我退了去 早知道你跟我借钱是买这个 我就不借你了 拿来 我说哦 人家结婚呢 是两厢情愿呢 可是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少了老公 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 你把这婚纱穿上 那么冷的天 你就找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往那一站 来个行为艺术 人家肯定觉得你很奇怪啊 就开始拍你 拍了以后呢 传到网上 搞不好你就红了 红了以后 上位肯定会看到 他搞不好就又对你有兴趣 就又来找你了 好玩吗 很好笑吗 只向我很开心吗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非要在我双手上反言 好 你以为我不敢这么做事吗 我现在就去 我只是说一说嘛 你怎么那么脆弱啊 说你两句你就 那你坚强吗 你坚强的话 你坚强的话 干嘛要在家上来找同天国 你提他干什么呢 我跟你说 人活一口气 向辉既然已经不要你了 你又何必缠着他 让自己那么难受呢 这男人不到处都是嘛 明天我就给你介绍一个 比向辉还好的 任何 你相信爱情吗 我以前 是那么地相信爱情 相信一向灰 没想到一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我那么一心一意地对他 从来就没有想过第二个男人 我心里只有他 我心里只有他 装得满满的 没想到他会背叛我欺骗我 这种感觉真的很保守 别难过了 谁爱情上没有挫折啊 我也有啊 不过又怎么样了 过去就过去了 那是你过去了 我还没有过去了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不是看你难过的样子 我难受啊 一切都会过去 加油 加油 立正 小子看 停 向前看 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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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找我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 坐吧 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毛芽芽 说吧 你什么目的 是因为丢了工作报复我呢 还是因为对刘火有什么企图 首先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那么清楚 其次呢 请不要用你那肮脏的大脑去揣测别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认识了刘火 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一个小物馆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你自己做了什么 还需要我再提醒你吗 想着救我心 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评判 我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 刘火永远都是我的 不要我对他心存幻想 不过你再纠缠他的话 你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怎么不客气啊 吃了我 你要搞清楚到底是谁产着谁啊 霍雨晴 你跟刘火已经分手了 我跟他有没有关系都跟你没关系 你说话太放肆了 不好意思 我呢 是辛辛苦苦靠上班赚钱养家的 跟你这种傍大狠的不一样 没有工夫陪你在这儿闲聊 试陪 找我 咱俩谁找谁啊 几十个电话跟催命似的 知道你急着用钱 就这么多了 别再讹我了 怎么能叫鹅呢 要不是我制造机会把相辉灌醉了 又在酒店开好房间 你们俩能在一起吗 你 干什么你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我绝不饶你 咱俩现在是一根神神地骂着 飞不了你跑不了我 你是想跟相辉好 我是想让我妹妹跟相辉散 这是双赢 再这儿说了 这个已经初见成效了 我把这事说出去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就好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 咱俩走这么近 没好处 就贴着爱 越爱得死去活来 钱挣得越多 不 这是谁的婚纱 这 这是谁的婚纱 这是 这是谁的婚纱 这是谁的干啥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这婚纱是谁的 谁的 谁的 主任 是我的 这是你的 我都知道是你的 你无法无天了你 你以为这是哪儿 这是你们家呀 这是误管办这是 跟我进来 反了你 这 反了你们了 说说吧 主任 对不起啊 这次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下回我肯定不敢了 下回 你琢磨还有下回吗 赶紧准备准备吧 收拾收拾走人 走人 走人 为什么呀 业主投诉你 说你不安心工作 动机不纯 磅大款 磅大款 我 主任 我听您笑脸像淫 在小区里忙来忙去的 从早上忙到晚上 我怎么磅大款呀我 我也是向着你说话呀 我冒着掉无纱帽的危险 向上级保证过呀 拍着胸脯啊 我说冒压压不是这种人哪 人家上级看着我的面子 放了你一忙 吓死我了 主任 谢谢啊 你跟我说实话 如果你跟刘伙 没有恋爱关系的话 赶紧跟她撇清关系 咱可惹不起呀 我保你一次两次可以 长期以往 我可保不住你呀 我知道了 谢谢主任的提醒 那没什么事 我就出去工作了 出去 又偷听 又偷听 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说谁这么缺德呀 闲着没事 非得来整我们小管姐 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行了你就别三八了 怎么冲着呢 这年头管姐也不好做 来呀 艳艳 你看谁来了 真是说曹操 曹操大 你怎么又来了 你闲不闲啊 你这里是务管办的 就这么迎接业主的 先别说这个 你赶紧走吧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 现在有人举报我磅大款 而且我差点因为你丢了工作 你赶紧走吧 谁呀 无不无聊啊 你小声一点 写这种信的人当然是匿名的了 谁那么傻 那你解释没有 你肯定没有解释对不对 我去找李小宝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这是够了 你是业主 你是未来的青年企业家 你当然是理直气壮了 我是谁啊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就一小管姐 我要不是既然理下 拿了人家一点工资 我才不想忍气吞声呢 我才不想受人冤枉呢 但你别忘了 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你 那我早就是酒店的大堂经理了 我求你了 放我一马 不要再让我二度事业行吗 你记住 柿子都是剪软的捏 今天我就要纠正他们的说法 干嘛 我快 大家好 请大家过来一下 我有几句话说 今天我来是想告诉大家 请了米后多照顾丫丫 不要排挤她 对了 我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刘火 是丫丫的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 大家别当真 千万别当真 她今天忘记吃药了 她脑子有病 你脑子有病 是 我有病 我的病就是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你 你 就把我给你判断了 最后一路 我叫你 我的病 我给你 我带你 你 那我带你 你 我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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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啊 黄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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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 谁骚扰你 我爱上你 失恋 是不失恋 接受我的爱吧 我爱你 爱你 接受我的爱吧 扬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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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求婚同步直播 扬给我吧 扬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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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怎么这么糊涂啊 薛姨 薛姨 十万活计 十万活计 咱们得立刻去房屋馆吧 不是 不是 我不是 我不要去房屋馆办 你必须去房屋馆办 上班呐 我告诉你 我有生存的 你知道吗 我哥现在正在干吗呀 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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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我以小费猫的名义 加入定婉型的微信 只要我官班有情况 我立马就能看到 你看啊 我哥哥怎么那么糊涂啊 他要是真的娶了妈呀 这辈子怎么办 那肠子都回轻了薛姨 你就别看了 咱们赶紧走吧 妈妈真的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那怎么办 好不容易刚刚想了 吃一口饭的 他就 他就他就求婚了 误管班 误管班 走嘞 误管班哪 求婚 求婚 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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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事 我的爱子 我做的事 你做的事 我一直在里面 这是我的爱吧 这就是我的爱吧 这就是我的爱吧 要给她 奢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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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给他 王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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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爷 让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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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姨 你最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 薛姨 你怎么不吃啊 我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 吃不下 我特烦 我这一想到你伙哥 现在被两个女人夹工 再纠缠 我怎么吃得下 你看看啊 一个呢 就在物馆办的毛鸦鸦 天天都能够看得到 对吧 一个呢 都已经分手了 打扮的比较少了 是啊 utility 你不要וד 你不要ru citizen 在这边 都 10哀 Aqui dt 所有人们 没有ajo到 本 İ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求婚了 误管班 误管班 走啊 误管班呢 刘虎 你干吗呀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求婚这叫什么玩意吗 你别了 你快起来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会跪在你大一位置 老爷爷 叫给他 老爷爷 叫给他 老爷爷 叫给他 干什么呀 你们都不用上班了吗 起来呀 丢不诱人哪 看到一个大老板给个物官班小姐下跪 是你吃错药了 还是你下的药啊 妈 你先回去了 这 我很难跟你解释 我回去再跟你说了 说去 你别闹了 我求你 你快起来 妈 我刚刚已经说了我爱他 我爱他 我要跟他结婚了 你回去了 你爱他 我告诉你 你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别说了 闭嘴 谁没档次 最没档次的就是你 年轻人的爱情你懂吗你 年轻人讲的是浪漫 我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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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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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let's see 語蟀姐 小张 童总没在公司啊 他开会去了 没回来 你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Messiah 学校 小张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员工叫向辉啊 向辉 有这么个人 你把他的档案拿来给我看一看 你要档案做什么呀 我要他档案自然是有用的 这点小事你不会也要请受汇报吗 不是 雨继姐 童总说了 不让你插手公司的事情 他不让我插手 那是因为怕我累 怕我太辛苦 建国一直跟我说 一个成功男士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而我就是那个陪他一直战斗的人 小张 你可不要站错队哦 不是 雨继姐 您就别为难我 我不过就是童总身边的一个主力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好 在建国那儿我说话的分量 你心里应该有数 怎么的 这点小事不是很动力 那好吧 我去给你拿 但是您别跟童总说是我拿的 去吧 喂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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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阿姨没事吧 她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出来啊 你还好意思问啊 薛姨正在里面做检查呢 这有事没事 事大事小 都得等检查结果出来才知道 你别在这儿待着了 碍手碍眼 我是想等薛阿姨醒来以后再走 你是嫌这事不够乱吗 这不是我说你 我在刘家干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薛医生这么大气的 你说你一个小关系 你不安分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干吗勾引我们家火哥 你真想绑上他呀 勾引他 绑上他 麻烦你用词准确一点 我跟他只是普通婚姻而已 谁信呀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亲什么嘴求什么婚啊 不害臊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口是心非的人 你们样骚手弄姿 你们样假装无辜 你这手段可也真够高的呀 刘晓芹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没想到你脑子里都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 我跟你们家刘伟没有关系 信不信随便你 好啊 让我们相信也可以 那就请你离开 离开小区 离开物馆吧 永远都不要出现在火哥和雪姨面前 否则 你就是勾引男人 放大款 你 这都什么人呢 这 妈 太夸张了吧 人家医生刚刚都说了 你是高血压 但也不至于昏倒啊 你害人家都怀疑起自己来了 你知道吗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高血压吗 我不能够受刺激的吗 霍儿 我的霍儿 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性感宝贝啊 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吗 之前一个何语气 为了钱 被派了你跟别的男人跑了 这才没多久 又跑出个物馆办小姐毛鸭鸭 你了解她吗 她了解你吗 我了解她吗 你就求婚了 我告诉你 霍儿 在感情这方面的问题 我真的给你自由度太大太大了 大到我们的颜面已经扫地了 你知道吗 你说那么难听干什么 我知道何语气这件事情 是不好 对你刺激也很大 但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 就否定所有的女孩啊 我不管 你去把毛鸭鸭照过来 我得好好地问问她 我再说一次妈 我跟鸭鸭都还不是恋爱关系呢 你 你跟她还没有恋爱的关系 那你就当做跪地求婚 是我老骨吧 还是你们太新潮了 你说 你说清楚啊你 学医啊 你不打起来了 我不要鸭什么叫我不管了 小青 你赶紧的 去把毛鸭给我撑起来 快 我刚看她在等候大厅了 她还没走呢 她还没走 那我去叫她 廖火 你看看 你看看 小青你看看啊 你看看 这一听 毛鸭鸭还在大厅没走 撑就跑走了 她忘记我这个高血压的妈了吗 我真不知道她是中了血 招了什么谜啊 轩怡 你别生气啊 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不会让火哥 被那些坏女人给诱惑的 我一定替你把好关 这毛鸭鸭 毛鸭鸭 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 真把自己当准儿媳妇了 这么着急要嫁给刘火 还这么迫不及待的 要讨好未来的婆婆 你误会了 我呢 主要是想确认一下 薛阿姨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 对你的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吗 随便你怎么说 我呢是想提醒你 刘火是个很专情的男人 而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我 而你 只是个可笑的替代品 等她玩艳了 会把你给甩了的 霍玉姐 你哪来这么大的自信哪 为了钱出轨的人是你 伤害刘火的人也是你 自己的金主不去伺候好 天天跑来找你的前男友 要不要我跟童总打个电话呀 作为酒店的老员工 她的联系方式我还是有的 没有 你 我跟你一般见识 不代表我怕你 记住 刘火见了我绕他走 你还真够伶牙俐齿的 我可真是小看你 好 我倒要看看 最后你的流火 能不能走到一起去 不过你不要忘了 你是我的替代品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她不是你的替代品 尤其 你听清楚 现在你在我心里 什么都不适应 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 对呀 组院长 请送到请人事 组院长 请送到请人事 组院长 请送到请人事 你够了吧 你是不是让所有人都讨厌我呀 你妈讨厌我 小青讨厌我 何语气就更不用说了 她恨不得把我吃了 刘火你到底要干嘛呀 求婚的戏吗 你都能演出来 你妈讨厌我 你让我怎么收场呢 好 为什么要收场 不要收场 你干嘛呀你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我 我们俩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见面了 我求你了 刘火你放过我行吗 王亚亚 我需要你 现在只有你能够拯救我 在我彻底逃离原本的一切 你看着我 王天雅 你看着我 我想忘了何雨棋 你应该忘得上 我们不要在不对的日子上浪费时间 不要让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廉价 我会开始爱上你 你应该爱上你 让我试一试 试一试 我等你答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这都搂上了啊 在别人看来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啊 但是向辉 你在我眼里头 你连屁都不算 你根本就不配童话 哥 给我闭嘴 天徽 先不说你跟那个什么毛鸭鸭 还有我妹妹之间这种乱七八糟关系 我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是什么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妹妹谈恋爱 你这就是癞蛤蟆上脚面 你不咬人你恶心人哪 要是失去的话 请你赶紧离开 别逼我到时候说出脏话来 哥 还有你 我给你三天的期限早就到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别怪我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们压根就没打算分手 我怀孕了 谢谢了 谢谢 我们下期见 有个地方 有点 有点 我 我 有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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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佟建国对天发誓 我绝不找你 向辉 你别生气啊 我哥他就是这脾气 你别往心里去 向辉 这不是灵火大妈妈吗 怎么又来了 肯定是来找我雅雅的 李夏宝 李夏宝 雅雅 你先别来误管办了 你先别来误管办了 等会儿 他妈憋着你呢 什么时候来等我通知啊 李主任 薛姨 您看您应当在家的敬仰才是啊 您怎么又跑我们不管办 找我们家毛雅雅呀 你们家毛雅雅 毛雅雅跟您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下属啊 下属 你可不可以好好地管一管你的下属 不要成天在小区里面勾搭业主啊 你这块鞭子裂开这双锁子 你看看你看看 所有的职员穿着这裙子 还能躲短呢 这风一吹 干嘛 你想勾引谁啊 这您就冤枉我们了 依着您 我们捣饰的跟前卿似的 您是爱看了 我们可不爱穿的是不是 有你这么跟业主说话的吗 对不起 我这话 找您不爱听了 您息怒 我告诉你 这就叫上梁不振下梁歪 你知不知道 是我们在养你们的 是我们给你们饭吃 我告诉你 等毛雅回来 你叫他立刻来找我 为什么这几天他都不在呢 躲我吗 那可不敢 他哪敢躲您呢 他要是回来 我马上让他见您去 不行 等下回开业主大会的时候 我非得好好地严重提出来 把所有这些裙子 全部给我家常托地 行行行 来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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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任哟 那监控室打电话来说 又有人在小区里散发小广告了 散发小广告 哪孙子呀这是 谁知道呀 找保安队 支持他们 走 反人了 大哥 您拿一张这个 经理相亲会啊 一定去啊 哎 大哥 您看这个 经理相亲会啊 哎 大姐 大姐 您看那个啊 经理相亲会 您家里要有未婚的男女青年 一定别错过这机会 全是市场精英 呦 还真是啊 这样 以后如果我有需要一定找你 这个您的电话 对对对 就打这电话啊 好 谢谢大姐啊 来 哎 大哥 有对象吗 没有 没有正好 人家里的 对我有没有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别跑 你快点 别跑 拿球 放 走啊 王亚亚 今天 我都没法专心工作 一直在等你的回应 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让两个失落的人一起前进 好吗 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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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明明看见你了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向辉 你快出来啊 向辉 前几天 我去女宿舍找过你了 他们说 他们说你已经搬走了 还有 前几天我也去你公司找过你了 他们说 你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 向辉 你快出来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有意思害我的 对不对 我求你了 你快出来好不好 不好 我们在一起六年呀 我们什么事情没有记忆过 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好好说出来呢 小慧 你出来呀 只要有爱 我们什么都能够说出来的对吗 小慧 你快出来呀 小慧 小慧 你快出来 我求你了 你快出来 行吗 小慧 你快出来 我求你了 你快出来呀 小慧 不愿随心 你仍静 像剑影 若离开 花儿 我跟你说 我刚才看见小慧了 我在我们小区看见小慧了 我相信 她一定不是有意背叛我的 她是爱我的 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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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 那些记忆的人改变默契 不用一丝隆迹 忘不了你 小慧 对不起 我真的不想这样 让我疼 你知道吗 我跟童话在一起 为什么你听不清我爱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雅性 让你喝酒了 等你啊 亲爱的 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 打你电话也不接 发你微信也不回 你该不会是让我派人 二十四小时跟着你吧 你还有这爱好呢 没发现呢 我的爱好多了 你到底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啊 难道要我二十四小时都跟着你啊 好啊 我怕不得呢 对了 你不是想看那个向辉的档案吗 我帮你搞到了 你要不看看 我看向辉档案啊 那是因为关心你妹妹 她一个小女孩 那么疯狂地爱着她 万一被骗怎么办啊 有道理 我还以为你另有企图呢 行了 我是她哥哥 这事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再说你以什么身份关心她呀 你又不是她嫂子 滕建国你要这么说呢 我还真没什么话可说 我本来是想多了解了解你的家人 了解了解你 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 能够和平 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以后不会了 宝贝 你看 黑你的暴脾气 我没说什么呀 她想什么呢 怎么那么小的天哪 刘火 我跟你说你来得正好 你猜我刚刚见到谁了 我见到姓辉了 但是她一转脸就不见了 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点奇怪啊 如果 如果她真的背叛我了 她干嘛要来找我呢 她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如果她有什么难言之隐 就应该跟我说嘛 你说我们两个吃些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不对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跟我提相辉的话 你就不要找我来了 见过纠结的就没见过你那么纠结的 你哭也哭了喊也喊了 穿着婚纱到大街上也站了 你究竟还想怎么样啊 我就是觉得奇怪嘛 那你说她为什么来找我 然后又躲着我 她没脸见你嘛 要不是她我也没脸见你啊 更何况她可能根本没来 是你自己看错了嘛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 前两天我才跟你告白 今天你找我来谈你前男友 你想过我感受没有啊 那个 那天的事情 要不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不然我们两个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啊 刘虎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我呢也特别感谢你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我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状况 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把自己轻空地交给你的 这让我现在做不到啊 行行行行 你 你别把自己长得那么委屈 你要拒绝 要好好拒绝 直接拒绝 我告诉你我这种抢手的 分分钟我就变别人的 以后你再也找不到我 你们男人都有一个德行是不是 就面子最大是不是 表白费拒绝了 还说狠话 不像变子会死的 会啊 这我必须要 好啊 那你就带着你的面子过一辈子 不要来找我 是你找我的 我忘了点儿 我忘了点儿 妈 又吃面了 一天三顿您补腻 不想吃面条你想吃什么呀 你跟你媳妇一个月就交那么点钱 你还想吃山珍海味啊 毛希林真不是我说你 你看 家里这房子 房贷是你压压一个人顶着 你爸生病住院你去看过几次啊 你是怎么当哥的 所以啊 就是把压压嫁入豪门这些问题 不就都解决了吧 压压是咱们家的女神 长得又这么漂亮 肯定不愁嫁 所以说咱们家致富啊 就靠这个机会了 既不可失是不再来 我告诉你啊 你再打压压的主意 我真把你腿给你打断 你还别不相信 这压压跟向辉的事还没解决呢 你又要把你妹妹嫁入豪门 往哪儿嫁啊 他跟向辉这事还怎么解决啊 向辉不背叛他了吗 那俩人就分手不就完了吗 说得这么容易啊 分手就完了 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 我们压压六年的青春 就让他这一下给换过去了 腾出功夫我去找他去 不可能这事就这么完了 我就不相信了 妈 我必须得我 您还打算管向辉 要点精神损失费是怎么着 您看他那样能要些什么类啊 他要认可跟压压分手 我倒贴给他点儿都成 六年算什么呀 那要耽误一辈子损失才大呢 你能不能盼着你妹妹有个好 我怎么没盼她好啊 这不就盼她好的吗 妈 他管内小区有个业主 好像喜欢上压压了 家里挺有钱的 有车有房 有人追求压压了 我刚上她管内小区去 听管警议论的时候说的 您可别问压压家 这孩子太叛逆 那不行 我女儿的事我必须管 赶紧给压压打个电话 让她马上回来 你这是又让我干的 那你干什么呀 真是 又有人追求压压了 不要管她 你不要管,你不要管她 要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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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几个人 我女儿手 我女儿 Всем 没问题 你 我女儿 能不能 我女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水呢 怎么那么可爱 那么多水都喝不够 怎么了 你吃醋了 毛鸭鸭还会吃醋呢 刚刚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跟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我怕你受不了 坦白总管 好吧 我跟他们说让他们快走 我媳妇看着我呢 讨厌 谁是你媳妇啊 我要考验考验这个辈子 考验就考验嘛 考验总比考研要轻松一些 对不对啊 媳妇 媳妇 是 小两声 他们都看着呢 看什么呀 喂 喂 过来一下 玩了 玩了 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 我叫向辉 我身边的这位美女呢 她叫毛鸭鸭 从今以后 她就是我的媳妇了 你们谁都别再打她的主意了 她是我的媳妇 她是我一辈子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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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媳妇 她在于她身上 她是多少 她在我的身上 她是她的媳妇 入暐 然后呢 她是我的女孩 没有爱过你的人 不会明白 还是看不看 江辉 我来了 已经等到路线站 因为离不开你的爱 你离不开 我为了你要自在 你都为了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你 我很想你